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大 最具特色的作家之一 他1906年出生在山西沁水县 伊池村一个农民的家庭 他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出身 从小放牛十分 当然也读书 读老书干什么 为农民写戒条 写在纪 写戒约 他本身就是农民了 农民出身 他不是从外面到农村 体验生活尽气的 他是农村出来的 所以他对农村生活有亲历 事态民情 丰收习惯 他都是非常熟悉 融化在他的血液里面 所以赵树里 他和五四以后 绝大多数的作家 学生出身的作家 很不同 他写农民 本身是农民 他不是作为作家 为着写作 自上而下 去熟悉体验 接近农民 他是从农民里面 自然地生长出来 以农民的心理 农民的语言 习惯 去写农民的 当然他也上过学 上过长治师范 师范学校 接触过新文化 新文学 甚至还参加过 学生运动 他是1927年 加入了共产党 还坐过牢 1930年以后 有五六年时间 他是流浪了 漂泊了 后来开始在报纸上 写文学作品 几十万字 没有什么影响 但他是一种准备了 1937年 七七事变以后 他第二次入党 1939年 开始在抗战 抗日 抗战的一个报纸 叫《黄河日报》 做编辑 同时兼做一些文化工作 他这个《小二黑结婚》 是1943年5月写出来的 这是他的代表作 这是现代文学里面 经典的作品 这个小说 写出来以后 他交给了 当时北方局 北方局 就是共产党 当时在北方 这个陕北的一个机关 北方局党校 一个校长叫杨献真 然后呢 又转到北方局 副救会 有点现在副联似的 一个负责人 叫普安修的署理 就得到了他们赞赏 最后呢 又把这些小说 还没发表 就推荐给彭德怀副总司令 这个彭总看过以后呢 就了解了创造的过程 就给他一个提词下 这提词说 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 写出来的通俗故事 还不多见 你们注意啊 彭德怀总司令 说的这是个通俗故事 从调查中写出来的 有点像写文件似的 但是很看重 它的宣传群众的作用 所以1943年9月 这个小说就发表了 那彭总都提词了 发表以后 像当时有名的 共产党的 转播宣传的人物 像朱阳 陆定一 甚至还有郭沐若 都评论过这些小说 认为它是解放期 最成功的作品 甚至还把它当成是 毛泽东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讲话的成果 其实也不一定是 直接受到讲话的影响 可以说是应孕而生 这个他赵树里写 这个小儿会结婚的时候 还没有读过 毛泽东的讲话 是吧 但后来赵树里呢 又创作了 李家璋的 《变迁》 《李友才版画》等 很多小说 解放以后呢 他就进城了 这个成为 专业的作家 但是过得很 仍然是农民 那种生活 解放以后呢 也有些作品 像《山里湾》等等问世 是1970年 他才过世的 那么赵树里这个作家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家 因为他对当代的影响太大了 曾经以他作为一个典型 命名叫做 赵树里的方向 意思呢 就是说 大家都要学习 赵树里 这种贴近生活 贴近农民 为工农兵而创作 下面我们就讲 小儿会结婚 这个他的情节 这个非常简单 这个 我们所注意到的呢 就是说 小儿会结婚呢 基本上 是以一个真实的事件 作为一个创作素材的 这个事件呢 是叫做 粤冬治 一个事件 他这样的创作的 这个小说 他描写了 主要的人物 一个是小儿黑 是当时一个青年干部 农村的 青年干部 叫青康 青康会 一个队长 那么 这个小儿黑呢 这个小伙子呢 爱上了 小群姑娘 这个是一个 很美丽 很纯洁的一个 小群姑娘 他们两个恋爱了 但是都遭到了 双方家长的反对 同时也遭到了 当时掌握 村政权 这个村 村长啊 那里边 那里边 那当时 掌握这个挣钱的人物啊 都是地头蛇 并不是真正的农民 遭到了他们的迫害 所以这个压力就来自父母 同时又来自乡挣钱 不过赵树里啊 这个 这个写作的时候呢 最终呢 让这个有情人 在民主政府的支持下 忠诚建树 写了一个大团言 这个小说是怎么写成的 这个小说是怎么写成的 我这个介绍一些过程 也可以看到 解放期 像赵树里的写作 它是怎么从生活中来的啊 1943年呢 赵树事业 赵树里在左权县 从房东那里 听到一个案子 就是说有一个男青年 叫月东志 19岁 和一个女子 叫 智英玄 联爱 那么这个女孩呢 将 他的母亲呢 已经把这个女孩 智英玄呢 喜配给他人了 那么这个智英玄 当然不乐意 他要跟月东志 这个小伙子好 这个 而这个男孩 是吧 月东志的父亲 也给月东志 定下了同样膝 两家都有了 是吧 那么月东志 也不承认 所以这个月东志 还是和智英玄 两个 两个 想好啊 这时候村长啊 也是 就类似于小说里面 那个人物 叫 就是调智 这个 村长的 这个儿子 就调戏了 这个 智英玄 找借口来整 这个 那个小伙子 最后联合了 村子里面的人呢 打死了 这个 这个小伙子 那么赵树里就了解到 这个案子 就为 这个死期的死者 这个小伙子 写状子 进行调查 了解这个事由 要写这个 告状啊 本来这个本事 是这样啊 但写出来的本意呢 原来啊 他写小说啊 写 原来的本意呢 是要反对 包办婚姻 是一种宣传 宣传自由恋爱 是吧 但是写的过程中 又提高一步 发现有更多的意义 虽然那时候 已经公布了 解放期的婚姻法 但实际上 在农村 很难执行 为什么 有个农村的习惯问题 所以小黑结婚呢 他写出这个小说呢 重点呢 他不是批判 那个村政权那些恶霸啊 像金旺兄弟 他也不是宣传分音自主 他更深的主题是什么 是吧 是揭示农民意识里面 那些落后的封建的东西 所以他的主题就 有点变化了 在这个写作过程中啊 这个小说啊 最成功的是两个人物 一个是三仙姑 一个是二诸葛 这都是所谓的旧人 有封建思想的人物 落后的农民 旧人比新人写得好 新人是谁 小黑小群 下面我们做些分析 三仙姑很有意思 这是个有所好闲 谈吐享受 作风比较轻佛的一个中年妇女 她四十多岁啊 女儿小群都已经会恋爱了 但是好像表现出来 跟女儿成风吃醋似的 她是有封建的旧的思想 但多少也有点变态 这种变态呢 跟她的包办婚姻是有关系的 年轻的时候啊 她也是一个 整个村子里面 一个俊俏 一个女孩啊 但是她嫁给了一个 老实八角的丈夫 衣服 忍着 就变形了 是吧 就装神弄鬼 到了四十多岁的时候 跟她对这个婚姻不满意 是有关系的 不满意 她的丈夫 甚至虐待她的丈夫 是吧 她吃饭的时候呢 她丈夫都不敢说 先吃啊 一发脾气 她丈夫给她跪下 所以后来 小说里面 转述写这个三千姑啊 招风引蝶 如果放到张爱玲的笔下呢 是可以理解了 是吧 但放到赵树里的笔下呢 她是一个不可理解 是一个坏的典型 当时这也是一种环境的产物 就是说体现的 当时农村呢 那种封建落后的一面 我们注意啊 读这个作品的时候呢 不要完全给赵树里 她的描写的意图 圈着走 我们要分析一下三千姑 她这个形象 被扭曲的一面 这很可笑的一个人物 那么二祖国呢 这是小阿黑的父亲 是吧 他也是另外一类农民 他是背负着 殷习重担的这样的农民 他是麻木的 一味的迷信 胆小 疑虎 实际上是一种 落后的文化的一种代表 用鲁信的话来坐稳了奴隶啊 迷信 对很多农民都起作用的 对三千姑呢 是骗人数 那三千姑不一定就完全相信那套啊 但对二诸葛呢 是罗王 他出不来了 在二诸葛看来 什么都要按照旧的那套来 来看啊 来安排 像结婚是干什么 结婚就是吃饭过日子 有个同样戏 不就得了 你何必再找呢 他不能够理解他的儿子 小阿黑啊 他认为人生不能有非分之想 都已经给你父母 给你找了同样戏了 你还要去找小群非分之想 那么他的这些想法都是很自觉的 所以到了七上 到了七政府以后 这事闹大了 他见到他的儿子 和那个小群 这个女孩 坐在一个板凳上 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就骂 不要脸 这是一种旧思想 五十以来啊 很多作家都写 国民性弱点 赵树里也写 但赵树里写得更具体 更生动 他的小说呢 是问题小说 但是非常生动 有生活的气息 也有一定的深度 所以农民是喜欢看的 喜欢乐见的 就是知识分子看起来 也会觉得很新鲜 很清新 新人形象啊 是小群和小阿黑 反倒是不那么突出 不那么鲜明 但毕竟也是新人嘛 是吧 过去的作品 很少写这样的人物 所以这两个人物啊 是带有一种一定的 理想的色彩的 其实农村里面 当时是很少 这样的人 在小阿黑 发表以后啊 流传非常广 是吧 嘉义富小 改变过戏剧 电影 影响是非常大的 因为他读起来好读 农民都能读懂 是吧 就等于是故事啊 这个文革以后啊 有人写过一篇小说 叫老二黑离风 就旭 可见他的影响之大啊 自从五世以来啊 还没有一本小说 能够在农村读者中 引起这么大的轰动 据说当年新法书店出版的 在封面上是故意 标上了四个字 叫通俗故事 不是什么小说啊 在第一版印两万册 就功不应求 你想想啊 三北农村 那么落后的地区 两万册 第二年再印两万册 上面又加了个说明 这本位老少爱读爱听 的自由结婚的通俗故事 还是通俗故事是吧 自七年九月出版以来 风行一时 不日就卖完了 本店为满足过地读者的需要 特载版发行 这次用大字号排印 并附有气的插图 当时是一个插图本 所以你们注意啊 他的小说 是面对普通的农民读者 他当时是通俗故事 就不要小看这一点 其实通俗故事 他的读者群 读者面是相当大的 是吧 这个上海 是吧 有个杂志叫故事会吧 他发行量是几十万 历来这个都是普通的 比较底层的一些 读者的欢迎 所以这个小说 因此同时呢 数以百计的计团呢 也用地方的计种 像什么选武 央国计啊 是吧 上党乐子啊等等 把小孩结婚呢 搬上舞台 这样一个不识字的 也能够欣赏 是吧 这个老百姓非常爱看 如痴如醉的看 甚至这个 赶一二十里的 这个路啊 去去看这个 小儿黑结婚的戏啊 老太太 这个大闺女 小孩子 小媳妇 都打着火把 翻山夜岭 去看这个小儿黑的风采 所以一本小小的小书 后来搬上舞台 非常奇妙地 打破了这个文学 和农民之间的 谢谢 加油 加油 加油